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像是艺术界的股票市场 只不过这里的股票是那些充满灵魂和创意的艺术品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你知道吗 范高在世时 他的画作几乎卖不出去 甚至有传言说他只卖出过一幅画 而如今 他的作品动辄派出数千万美元的天价 这就像是艺术界的逆袭故事 告诉我们有时候价值需要时间来证明 再来 艺术品交易所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炒作 有些艺术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艺术性 而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和炒作 例如 班克斯 班克西 那幅自毁的画作《女孩与气球》 在拍卖会上 这幅画刚刚拍出高价 画框内的碎纸机就启动了 当场把画作切成了条状 结果 这幅被毁坏的画作反而变得更加珍贵 价值翻了好几倍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艺术界气吻 当然 艺术品交易所也有它的严肃一面 这里涉及到大量的专业知识 包括艺术史 鉴定技术 法律问题等等 每一件艺术品的交易背后 都有一群专家在进行严格的评估和鉴定 这就像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谁能看穿艺术品背后的真相 谁就能在这场游戏中获胜 总的来说 艺术品交易所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挑战的世界 它既有价值的无线游戏 也有无数有趣的故事和奇闻意识 无论你是艺术爱好者还是投资者 这里都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份惊喜和乐趣 希望这些分享 能让你对艺术品交易所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 记住 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金钱 更在于它能带给我们的灵感和感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收藏家俱乐部隐藏的宝藏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艺术收藏家俱乐部隐藏的宝藏的分享会 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这个神秘而迷人的世界 并揭开那些隐藏在花框背后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你们知道吗 在19世纪末 一位名叫查尔斯 弗里克的美国工业家 因为对艺术的狂热爱好 竟然在他的豪宅里建了一个秘密房间 专门用来藏匿他最珍贵的艺术品 这个房间只有他和他的管家知道 甚至他的家人都被蒙在鼓里 据说 弗里克每晚都会偷偷溜进这个房间 对着他的收藏品发呆 彷扶在和他们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这种对艺术的痴迷 真是让人又敬佩又忍俊不惊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艺术收藏家俱乐部的运作模式 这些俱乐部通常是由一群对艺术有着共同热情的人组成 他们定期聚会 分享最新的收藏心得 交换信息 甚至还会举办一些私密的拍卖会 这些拍卖会可不是一般人能参加的 只有被邀请的会员才能进入 这也让这些活动充满了神秘感和排他性 在这些俱乐部里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隐藏的宝藏了 你们知道吗 有些收藏家会故意低调形式 把自己最珍贵的藏品藏在不起眼的地方 比如有一位收藏家曾经把一幅价值连城的梵高画作藏在他的车库里 旁边还放着几个旧轮胎和一对工具 这样的隐藏方式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艺术收藏家俱乐部也不乏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比如有一次在伦敦一位收藏家在拍卖会上 以天价拍得了一幅失传已久的达芬奇画作 就在他准备把画作带回家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群蒙面人试图抢走这幅画 幸好这位收藏家早有准备 他的保镖们迅速出动成功保护了画作 这场惊险的抢劫未遂事件成为了艺术收藏界的一段佳话 最后我们来聊聊艺术收藏的意义 对于这些收藏家来说 艺术品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 更是他们灵魂的一部分 每一件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这些故事都成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 正如一位著名的收藏家所说 收藏艺术品就像是在收藏时间的碎片 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总结来说 艺术收藏家俱乐部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世界 里面有着无数的隐藏宝藏和动人的故事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发现属于自己的艺术宝藏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品修复 时光的逆行者 当我们谈论艺术品修复时 这就像是在与时间进行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 修复师们是时光的逆行者 他们试图将那些被岁月侵蚀的艺术品恢复到昔日的荣光 这是一门结合了科学 艺术和一点点魔法的学问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迷人的世界吧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修复师的工作 这些专业人士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技能 他们既要有艺术家的眼光 又要有科学家的眼睛 还要有侦探般的敏锐观察力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修复师 面对一副斑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优化 你需要仔细分析颜料的成分 确定画部的材质 甚至还要研究画家的笔触风格 这就像是在解开一个古老的谜题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关键线索 有趣的是 修复过程中常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比如 西班牙画家戈亚的一幅画作 圣母玛利亚的无缘罪 在修复过程中 修复师们发现了画布下 隐藏着另一幅画作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因为画家们有时会重负使用画布 或者在原作上进行修改 这些隐藏的画作 就像是艺术史上的小秘密 等待着被揭示 当然 修复工作也有其挑战和风险 最著名的例子 莫过于2012年 西班牙一位业余修复师 对埃利亚斯 加西亚 马丁内斯的壁画 受难的基督进行了修复 这次修复 被习称为猴子基督 因为修复后的画作 看起来更像是一只毛茸茸的猴子 而不是耶稣基督 这个事件成为了全球的笑柄 但也提醒我们 修复工作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 和谨慎态度 修复师们 还需要面对道德和哲学上的难题 比如 应该将艺术品修复到何种程度 是完全恢复到原貌 还是保留一些岁月的痕迹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件艺术品都是独特的 需要根据其历史和文化背景 来做出决定 总的来说 艺术品修复 是一门充满挑战和惊喜的学问 它不仅需要技术和知识 还需要对艺术和历史的深刻理解 修复师们 就像是时光的逆行者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将过去的美好 带回到我们的眼前 这是一项既神圣 又充满乐趣的工作 让我们对艺术和历史 有了更深的敬畏和热爱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了 艺术品交易所的价值迷宫 探访了艺术收藏家的隐秘世界 还跟随修复师们 逆行于时光之中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艺术导游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旅程 在艺术品交易所 这个无线游戏里 我们见证了价值的起伏 与炒作的奇闻 在艺术收藏家俱乐部 我们揭开了那些 隐藏宝藏的神秘面纱 而在艺术品修复的领域 我们看到了修复师们 如何用科学和艺术的力量 将历史的碎片重新拼凑 深入分析一下 艺术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它的市场价格 更在于它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无论是交易所的高低起伏 收藏家的痴迷 还是修复师的精心修复 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 艺术的多面性和深度 它们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 更是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 人类对美的追求 还看到了时间的力量 和不可预测性 艺术品的价值 可能因一个故事 一段历史 甚至一个小小的修复决定而改变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 艺术到底是什么 它的价值该如何衡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艺术品交易所 收藏和修复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兴趣 记住 艺术的魅力在于它能激发我们的灵感和感动 无论是在市场上的高价拍卖 还是在私人收藏中的隐藏宝藏 亦或是在修复师的桥手下 重现的历史片段 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法 或是有其他问题想要讨论 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或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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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